未来领袖CEO 和拖吊车当朋友 格林国际图书有限公司 企划制作 欢迎光临汽车村 这里的特色就是任何时刻 都吵吵闹闹的 汽车村的马路上 随时随地塞满了各种车辆 卡车 公车 计程车 老爷车 车子们忙碌的身影 总是穿梭在大街小巷中 有一天有个新朋友搬来来汽车村 他有着巨大的轮子 以及长长的手臂 模样非常特别 和其他车子长得很不一样 你们好啊 我是刚搬来这里的拖吊车 请大家多多请教 他长得好奇怪哦 他的个头好大 如果靠他太近的话 说不定会被压扁哦 被他那根又长又粗的手臂打到的话 哎呀 一定很痛啊 每辆车子看到拖吊车的怪模样 全都怕得向后退开 而且当拖吊车在马路上行走时 总是会被其他车子按喇叭 还会赶他离开马路 喂 前面那辆拖吊车 你也走太慢了吧 体型那么大有什么用 快走开啊 就是啊 后面整条路都塞住了啦 对不起吗 我也想快一点啊 可是我真的没办法跑得更快了 对不起哦 不过 即使拖吊车 被大家嫌弃动作总是慢吞吞 但他还是很热心 时常帮助大家 尤其当车子朋友发生困难时 他一定是第一个出现 我是不是太老了 真糟糕 车子发不动了耶 老爷车 你是不是故障了呢 别担心 我来帮你拖到修车场去 谢谢啊 那就麻烦你了啦 我的天啊 今天行李怎么这么多啊 超重的 小货车 你身上这些行李看起来 真的很重耶 我的身子壮 可以帮忙搬一些 啊 谢谢你啊 哦 果然轻松了许多 惨了惨了 轮胎陷进泥巴里了 哎呀 动不了了 谁来帮帮我们啊 小汽车们 别害怕 让我来帮你们拖出来吧 来 排成一列 手拉手 一 二 三 拉 太好了 终于出来了 耶 拖吊车 谢谢你的帮忙 就是啊 还好有你在 不客气 一位帮助朋友 让我觉得很快乐啊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汽车村的车子们渐渐了解 拖吊车 虽然长相独特 看起来又大又笨重 但是 它却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觉得拖吊车 越看越可爱 我现在也觉得 就算它速度慢一点 也不会怎样啊 因为它力气很大 现在 当拖吊车 出现在马路上时 大家不但不会排挤它 还会让路给它 也会主动跟它打招呼哦 哈喽 拖吊车 今天还好吗 拖你的福 今天很好哦 老爷这 你也要记得定期保养身体哦 嘿 拖吊车大哥 你今天又要去帮助谁啊 哦 前面发生车祸了 我要去看看 有没有帮得上忙的地方 哼 大家嘴边老是拖吊车东 拖吊车西的 就连平常最爱粘在我身边的小汽车 现在竟然也变成拖吊车的小跟班了 哼 奇怪 拖吊车什么时候 变成我们汽车村里最受欢迎的车子了 最受欢迎的车子 应该是我 我的拖吊车是亮丽的宝蓝色 款式呢 则是帅气拉风的跑车 那辆拖吊车长得那么难看 我真搞不懂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它 拖吊车凭什么取代我的位置 我真是讨厌它 哼 有一天 当拖吊车在路上慢慢前进时 跑车突然冲了出来 哈哈哈哈 慢拖拖的拖吊车 你真没用 都什么年代了 还为这种毛巾啊 嘿嘿 毛巾我拿走了 哦 哦 把毛巾还给我 哦 要还给你也可以 等你追到我再说 哈哈 来抓我 虽然拖吊车使尽全力 想要追上跑车 但是跑车的速度那么快 拖吊车根本追不上 哼 拖吊车那笨重的家伙 不知道追过来了没有 嘿嘿 让我来瞧瞧后照镜 看看那只大乌龟被我甩在多远的地方 于是蓝色跑车瞄了一眼后照镜 没想到却一个不小心开离了路面 砰的一声 掉进了工地的坑洞里 好痛啊 怎么出不去啊 这个坑洞未免也太深了吧 不管跑车多费力 就是没办法离开坑洞 不久 坑洞旁聚集了好多车 可大家都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跑车 这时候有个巨大的身影慢慢靠近跑车 原来是拖吊车来了 跑车 你别慌张啊 我来帮你了 你乖乖待在那里 不要乱动啊 拖吊车伸出了长长的手臂 小心翼翼地将跑车拖了上来 然后轻轻地把它放到地上 拖吊车做得太棒了 真不愧是拖吊车啊 赞哪 围观的汽车们都忍不住为拖吊车鼓起掌来 太好了 这一跤可跌得不轻啊 跑车你还好吗 有没有受伤啊 我帮你检查一下哦 你身上沾了好多泥巴 我帮你拍拍哦 我应该没有受伤 谢谢你 没受伤就好 这条毛巾还给你 不过 他刚刚跟着我掉进泥水里 变得脏兮兮的了 对不起 没关系了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拖吊车和跑车变成了超级好朋友 拖吊车 来捉我 你跑慢一点了 不然又要摔跤了 哎呦 你小心一点了 我故意吓你的 虽然跑车有时候还是很顽皮 老是喜欢找拖吊车赛跑 不过当其他车子想要捉弄拖吊车时 跑车就会挺身而出 挡在拖吊车前面保护它 嘿 小伙子 我知道你不安好心颖 你最好离我的好朋友远一点 这一天 天空中飘落了小雨 汽车村的车子们 一如往常在马路上走着 不过却不再吵吵闹闹 大家都一片和气 就像个祥和的小镇 这时候 拖吊车和跑车 它们两个也并排着 在雨中快乐地跑着 哈哈 拖吊车 我们去那边逛逛 呵呵呵 好啊 不过你要跑慢一点哦 好 倒读时间 乐于帮助他人 小朋友 看完了汉拖吊车当朋友 这个故事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 这辆喜欢助人的拖吊车呢 是不是也觉得 施比寿更有福呢 在车来车往的汽车村里 有一天 来了一位新朋友 拖吊车 他因为外形庞大 与众不同 加上走路的速度又慢 常常造成大塞车 所以一开始 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 不过拖吊车 却不在意 反而更加热心 只要其他车子需要他 他一定马上赶到现场帮忙 不吝啬伸出援手 并且乐于承受辛苦的工作 久而久之 大家慢慢发现 拖吊车的优点 不但不再计较他走路速度太慢 甚至越来越喜欢他 于是 拖吊车变成汽车村里 最受欢迎的车子 但是 这却惹得原本 稳坐最受欢迎车子宝座的跑车 非常不高兴 他认为 拖吊车外表很丑 没有他帅气 凭什么受到大家的欢迎 因此 他想捉弄跑不快的拖吊车 抢走了他的毛巾 没想到 一个不小心 竟让自己掉进工地的大坑洞里 怎么样都出不来 这时 拖吊车出现了 他不但不声跑车的气 反而拉他一把 将跑车平安无事地就离坑洞 满怀歉意的跑车 直到自己错了 后来 还和拖吊车成为好朋友 而且 当其他车子想捉弄拖吊车时 他还会挺身而出呢 小朋友 请你回想和拖吊车当朋友的故事内容 试着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次见到拖吊车的汽车们 对于拖吊车有什么想法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拖吊车又是如何对待其他的车子呢 汽车们为什么会改变对拖吊车的看法 小朋友 请你想一想 当跑车掉进坑洞 受到拖吊车帮忙时 他的心情会如何呢 在请你以跑车的身份 试着画出或写出一封 对拖吊车的感谢信吧